前進世界 讚頌飛揚 夢玲花讚頌合唱團7月3日前往韓國將臨 參加今年第12屆世界合唱比賽 首次參賽即榮獲混身組和宗教組 雙面金獎第一名 團員興奮又感動的心情表露無遺 自2000年起 全球性的國際公益組織 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 每兩年在各國舉辦世界合唱比賽 以奧林匹克精神為宗旨 希望透過合唱之聲 傳遞勇氣和希望 最終促進世界和平 與夢玲花文藝基金會的核心精神 不謀而合 世界合唱大合賽 這個World Cry game 確實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 奧林匹克級的這樣子合唱比賽 因為要參加這個混身組的比賽 規定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曲目挑選 也必須要有所抉擇 就選的密集嘛 快的有慢的有強的有弱的 激烈的有各種不同的技術表現 你除了戰鬆之外 你還需要有民謠 你還需要有創作的歌曲 才符合它的規定 團員曾經多次出國表演 卻是第一次出國比賽 不僅挑戰民謠 落水天 創作曲目 更同時挑戰 無伴奏演出 而為了讓更多人聽見讚頌 來自不同地區的團員們 只能利用假日努力練習 心情難免 期待又緊張 太在意名次結果 老師給了我們四個字 大乘法新 所以我就覺得 對啦 這個就對了 所以就壓力沒那麼大了 大乘法新四個字 當法師一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瞬間自己身上所有的苦 跟所有的那些 覺得很困難的部分都放下來了 正式出發前 為了感謝與回饋 長期支持孟蓮花的民眾 特別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舉辦了前進世界音樂會 也作為比賽的暖身 今天第一次聽到唱的是民謠 那兩首歌描述的都是我們台灣 我們小時候那個年代的一種社會 大眾的心聲 感覺到說我們佛教的慈悲 真的走到了廣大的老百姓的心裡面去 今天聽到了很感動 孟蓮花戰獸合唱團呢 在紅法力身上 就好像是一支最前線的軍隊 長年以來呢 他們都是用一種自費的形式去參與各項演出 那這一次呢 能夠感得有這麼多孟蓮花之友大力的贊助呢 我想不在於這個金錢的多少 而是能夠這樣子凝聚大家祝福的這種新業力 把老師創作贊送的這個心願呢 送給全世界 我對大家非常有信心 應該會很順利很成功 果不其然拿下亮眼成績回來 中團團長說明當時面對困難時大家的心理狀況 那時候在練唱的時候很擔心 就是因為大家狀況都不好 那又疲累 所以很怕就是在比賽的當下會出狀況 比如說有人受不了就咳出來或怎樣 結果真的三寶加持一點雜聲都沒有 接受大家離境的指揮 谷老師表示 真的很辛苦 那這樣子長途把射過去 然後還要一直的練唱這樣子 然後也不能夠好好地放鬆 但是成果是美好的 那宣布得獎的那個瞬間 我相信大家都很開心 那我也很開心這樣子 那希望孟靈花的贊送和尚團 可以未來可以越來越好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拿到更好的成績 不論出發前獲得獎後 團員們始終如一地 對贊送創作者 真如老師陰重的齊情 很開心可以乘著老師的願力 然後乘著贊送的翅膀 飛到世界各地 然後勞逸所有的人 誠摯的齊情老師 能夠心靈加持大家 讓大家來學習更會順利 中標冠軍大乘發心 是的 整整的冠軍就是雙球菩提的大乘發心 為力有情願成佛 車間記者國會捐 李宇利 賴麗麗麟請用程 採訪報導